福音 这个随喜是心中的喜悦 这个随喜有很重大的含义 这个随喜就是横顺众生 才有办法随喜 你不横顺众生就会起称恨些 随喜后面就会加功德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一天到晚跟众生对立 你哪有功德 自己不高兴搞得这个团体 乌烟瘴气 大家都不快乐 怎么会有功德呢 横顺众生随喜功德 主位 这个喜字 是慈悲喜舍 是无量心里面的很重要的 喜悦的心能够成就菩提之道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喜悦 怎么样能够让一切众生喜悦 那就是横顺众生 不跟众生产生对立 随喜无边 众福运 运就是收集的意思 集合的意思 我们说五蜘蛮 我们说五蜴生 五蜴是个受想形式 古时候来的翻译 翻译成五蜴 是不恰当的 世主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说五蜴皆空 真正的 无蜴经的意思 要翻译成五蜴皆空 才正确 它这个蜴 就是集合的意思 集合五蜴生 集合色 受想形式 多数 叫做蜴 集合 色受想形式 就是五 一就是单 二就是双 五就是重 重多 重就是蜴 集合重多的意思 色受想形式 所以要翻译成 照见五蜴皆空 这个就是正确的翻译 你要说 照见五蜴皆空 这个音 这个音就是 这五种 会遮蔽我们的清静自心 但是 并不符合佛的本意 佛的本意 是说我们这个身心 是五种元素 是五种元素 集合起来的 这样翻译是符合佛的本意 翻译成五蜴 接空 是说 他会遮蔽我们的清静自心 就像阴天 就像阴天 阴天会遮蔽阳光 这翻译成五阴 是这个意思 随喜无边众福音 那这些音就是 集合 我们的一颗随喜的心 就能够得到 无边众福音 集合一切的福德 先当不时一日中 按 就是一日夜中 过午不时 倒比放下来 佛在世的时候 没有时钟 佛在世的时候 没有时钟 他们如何来判断说 我现在持八观再戒 今天过中午了 十二点了 那么 你明天早上 几点可以吃早餐 他怎么判断 他们没有时钟 他们就是看这个屋檐 屋檐 这个屋檐 滴水 下雨的时候 滴水这个屋檐 你要是第二天早上 那么 你看到了这个屋檐 这个像 影像 清清楚楚的 可以看到 屋檐 那么 就可以吃饭 吃早餐 如果你很饿 还没看到屋檐 自己点灯 那可不算 自己点个灯 那么照了屋檐 看到屋檐 自己就吃 那这个不算 所以 佛在世的善巧方便 过屋檐 然后第二天看到这个屋檐 就可以吃早餐 所以说实在话 我们有时候的八观灾戒 也是很不得已的 像冬天 早课下来啦 千万有亮 就吃了 要完全如法的话 要等 早课 做完了 你不想要做什么 等到天亮 要如法就要这样子 诸位 这个是热带 跟亚热带 可以这样做 南北两极 不能这样做的 那个南北两极 我告诉你 一晚上 没有白天 你通通不要吃 那个南北两极 一白天的 就一直白天 为什么 南北两极很简单 你看 这样子 就光线照过来 对不对 光线照过来 这个地方 这个白天 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 这个太阳 这是白天 这南北两极 这个地方在顶端 北两极在顶端 它一照射的时候 它没有挡住 光线的地方 它怎么转 怎么转 老是亮的 通通是亮的 南极北极 一碰到白天 24个小时都白天 晚上只有三个小时 白天19个钟头 一到晚上 晚上19个钟头 白天只有三个钟头 就这样子 我告诉你 我们到德国去 德国 我们到德国去 晚上九点半 还看到太阳 晚上九点半 要到晚上十点 太阳才下山 真的 所以变成各个地方 完全不同 如果你一定要看到 用这个阳光 来做决定的话 真的很难 南北两极就完全不同 那南极北极 要过五不时 要等到天亮 哇 那等到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还是用时间 住在笔记圈 如果你要过五不时 就看时间 看表就好 时间到 开动 白天也吃 晚上也吃 没办法 不得不 世间有很多的无奈 所以福法还不是说 只能在向上里面 转 还是要 回归到 真正的贴切 时间跟空间的因缘 才就是有智慧的人 后修八种 掌养法 这个掌养 就是掌养圣态的意思 因为你吃八戒 可以掌养我们的圣态 你先吃 过五不时 再要坚持八种戒力 就可以掌养我们的圣态 大家要成就福到吗 一 叫做三规 叫做得戒提 说我弟子某某 我弟子某甲 为愿阿瑟礼 阿瑟礼翻译成中文 叫做教授师 或者叫做鬼犯师 这个是集合在一起 有法师传授的时候 就念阿瑟礼 要是单独一个人 在家 赤士授戒 阿瑟礼 要改成三宝 三宝 为什么要改成三宝 因为阿瑟礼是师父 你在家 自己授八观在戒 师父又不在旁边 你怎么念阿瑟礼 所以阿瑟礼 所以阿瑟礼 如果在家自是授戒 要念 我弟子某某 唯愿三宝 是受以我 我从今时发净信心 乃至做菩提场 成等正觉 菩提场就是菩提树下 菩提场就是菩提树下 成等正觉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 所以我八观在戒 发净信心 深信三宝 深信八观在戒 也能成就活到 一直到做菩提场 这是成等正觉 是归佛 二族圣尊 二族就是福祖 还有慧祖 福慧也满 就是福 是归于法 离遇圣尊 为什么呢 所谓是归于法 离遇 只要依佛陀 所讲的正法 以法为乐 那么就可以离开 这个五遇六层的束缚 祂是最殊胜的 有些人这句看不懂 什么就是离遇圣尊 意思就是说 依照三藏十二部 依佛所讲的正法 能摆脱五遇六层的束缚 叫做离遇圣尊 是归于身 调服圣尊 调服我们的身口意 调服我们的身口意 那么佛法身 这个叫做三宝 是归于佛 福慧二族圣尊 是归于法 依法修行 能离开五遇六层的束缚 叫做离遇圣尊 是归于身 来合合奏 三调服我们的三业 叫做调服圣尊 这个调服就是调服身口意 如是三宝 是所归去 诸位 这个要得借题 把笔放下来 必须做观想 念第一遍的时候 如是三宝 是所归去 观想 山和大地 通通裂开来 这个就是纳受戒体 在律章里面讲的 叫做纳受戒体 山和大地 裂开来 三奔地裂 三奔地裂 从这个缝 喷出这个白色的烟雾 白色的烟雾 喷着这个白色的烟雾 它有光 到上面呢 像云层 很好的天气 天空一照射 那个云层 一朵朵的云层 往上喷 一次 观想 整个虚空法界 都是吉祥的云 念第二遍 如是三宝 要是所归去 归去就是归向 念第二遍的时候 要观想 这所有的吉祥的云朵 集中在我们的头顶上 放光 云层 还同时要放光 放金色光 放白色的光 同时放光 照射 我们的顶部 我们的顶部 念第二遍的时候 照射我们的顶部 结成三盖 念第三遍 到第三遍的时候 如是三宝 四所归去 观想 这一朵朵 这个宝盖 的宝盖 灌入我们的头顶 灌入我们的头顶 一直下降 从虚空当中下降 白色 金光色的云层 灌到我们的头顶 灌到我们的头顶 充满了全身 充满了全身 记得 不要从脚底跑出去 不要从脚底跑出去 如是观想 逆心 身心世界 充满的清净光明一体 第一次观想 就叫做破相 表法的 三合大地震动 坏一切相 简单讲 你要修成菩提之道 记得要理想 不理想 不可能成佛 使之不放这个假象 那不可能成佛 所以真正大智慧的人 一看 帅哥 一堆白骨 一看美女 也是一堆白骨 通通是白骨 通通是白骨 真的有共无意义 就像S1 穿透进去 重生就是一堆白骨 就这样子 本来无一物 何处的尘埃 第二点 那么这些云盖 白色的云 放光的云 表法表示吉祥 能破相的人 就能吉祥 就能得到幸福 就能得到解脱 第三点 这些光云 其中灌入我们的身体 就是回归自性 万法不离自性 万法不离自性 叫做正法 讲经说法 离开清净自性 叫做外道 就是外道 涅槃 是整个佛教的中心思想 离开了涅槃 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 而说法 不明正法 不明说法 三规就得戒体 丙 叫做八戒 八戒 说我弟子某某 某甲 静心忧不舍 忧不舍分离成中文 叫做进住男 或者是进世男 进住男 叫安住得住 进住男 就是居住在道场的旁边的男众居士 随时给法师三宝差遣 随时随地来护持三宝的男众居士 女众叫做尤婆姨 叫做进住女 或者翻译成 进世男 接近的进 接近的经 是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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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世男 或者是近世女 是 就是 侍奉三宝 接近三宝 侍奉三宝 就是近世男 那么 女众叫做近世女 或者翻译成 近住男 或者叫做翻译成 近住女 近住男 近住女 近世男 近世女 接近的近 好 那么 简单讲就是 互持三宝的 互法居士 就像 在座诸位 居士一样 我 弟子 摩甲 净信 优菩萨 你终要念 净信 优菩 唯悦 阿瑟 一词 互念 一词 互念 我从 今日 今时 发起 静心 发起 清静心 乃至 过世夜分 就是 整夜了 去 明淡 日出 初时 就是能够 看到的 微光 一直到 明天 太阳 出来 阿 与其中间 讽刺 八戒 哪八戒 一 不杀身 其实我告诉你 受八观在戒 你只要住在道场 通通没有问题 一 不杀身 你住到道场 你怎么杀身 对不对 杀人 放火 那就更不用说了 八观在戒 连一只蚂蚁都不能踩死 当天 当天呢 也不要喷上农药 如果你是农夫的话 如果你是医夫 当天不要捕鱼 客守佛的杀身 大小众生 大小众生都不能杀 第二呢 不拖到 那你说八观在戒 还偷到吗 那你受八观在戒还偷到吗 不偷到 不能偷任何人的东西 动个念头都不行 第三个 不非犯恨 这个犯恨呢 就是清净恨 非犯恨 就是不净恨 那么 不非犯恨 就是要清净 清净 这就是主委 有个居士长问 他说 有一天呢 在讲堂楼下 就问了 请问师父啊 我们哦 今天受八观再见 我家很穷 没有钱 也没有大房子住 我们哦 夫妻就一个房间 那怎么办 我说 你们有没有上下铺 他说 没有 没有 我说 那里面就 一个房间 那时候 师父那怎么办 我说 那里面睡在一起吗 没地方啊 就一个房间啊 很穷啊 嗯 我就用一点智慧 问他说 那里面睡到一半 会不会发生车祸 车祸 车祸就是撞在一起吗 还不能怎么问 我们是比丘 能问吗 我就问 里面睡到一半 会发生车祸吗 我 哦 不会啦 好 可以了 不会发生车祸 安全 因为没办法 很穷啊 只有一个房间而已啊 假设有一种特殊的状况 比如说以前 有个人受八观在界 那么受八观在界呢 他的先生呢 是 捕鱼的 航海的 诶 他先生不在啊 我来受八观在界啊 诶 受八观在界呢 诶 哇 念佛念的很高兴 哇 好死不死 他先生刚好走 好船回来 哇 这下点麻烦啊 嗯 有没有上前方便 有 有 赶快舍界 赶快舍界 对啊 先生 那补鱼 补了很久了 那才回来 是不是啊 那就 几下就不用再说啦 就不用再说啦 哎 就是 也赶快打电话 赶快打电话说 我 我今天没办法 持八观在界 又舍界 那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哦 因为佛有善巧方便嘛 只是啊 不非犯分 所以这个 受八观在界啊 最好住道场 要不然 最好是你的同修 也信佛 如果你的同修也信佛 那就 很好了 哎 很好了 第四 叫做不忘语 所以我为什么说 受八观在界那一天啊 要禁语啊 要禁语啊 不要讲话 那你不要讲话 就什么事都没有啊 就是 哎 就这样子啊 这女众就是这样子啊 一直在佛前 哦 忏悔 眼泪掉得很厉害 哇 一出佛她 不停啊 控制不住 业力 习气 习气 哎 这个就这样子 台湾那个 讲得很好 就是不说会死啊 哎 真的就这样子 像 这个船哦 破漏的船 疲劳轰炸 疲劳轰炸 不好 这个女众啊 我就指外面的那些 不受八观在界的 要改一改 这个习惯要改一改 一直讲这样不好 以前啊 有一位老菩萨 在文殊讲坛 我们打佛气 这个老菩萨 不认识字啊 又听不懂 我们在讲什么 他每次啊 在佛堂 在打这个 精进佛气 或者八观在界 这个老菩萨 很认真 阿弥陀佛 很好 结果这老菩萨 因为不认识字啊 结果怎么样 他们两个要讲话 就救到佛前 拿那个 鲸鱼啊 两块 说 你拿一袋啊 我拿一袋 就两个人就挂起来 就合力合力 到旁边去讲话 我刚好看到 说 菩萨 你们这个挂 俊鱼 怎么两个 在讲话 说 哦师父 慧力师父 你这两个 不是要让我们讲话的牌子 要讲话 要先挂这两个吗 哦 刚好相反 他每次 他每次要讲话 就是拿那个俊鱼 一个人挂一个 我们现在要来讲话 来 你挂一袋 我挂一袋 两个都不认识字啊 两个都不认识字啊 啊 这 这挂了镜以后 两个人跑去旁边讲话 哦 我说来来来 你们两个 挂这个什么意思啊 说 挂这个 挂这个不是可以讲话吗 要讲话 不需要先挂这个吗 没办法 看到这个老佛上哦 还是要用台语的讲一遍 哎 好好笑哦 有的人哦 那个老佛上哦 很可爱哦 我叫他说 把这个镜以后的牌子挂起来 他去挂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去挂在胸前 人家这个镜以后要挂在左边 像名牌一样 他不是挂在胸前 挂在胸前 哎 哎 有的人更可爱 他挂在 挂在肩膀 每次人家要跟他想话 他就 他是比给人家看啊 因为在拜佛了很不方便 他就挂在这个地方 反正什么状况都有啦 所以这个 镜以啊 对八观再戒很重要 啊 禁语 第五呢 就是不饮酒 那不喝酒的 大家 没问题啦 八观再戒喝什么酒呢 是不是啊 啊 啊 那么 第六呢 不飞食食 就是 飞食 啊 就是 不如中午 就是飞食 啊 啊 不飞食食 那么 简单讲就是 啊 过午不食啊 不在意 不正常的时间吃饭 哎 那么 十二点以前 叫做 正食 那 正 中正的正啊 正当的正啊 十二点以前叫做正食 过了十二点以后 就是飞食 哎 不飞食就是 不过午 啊 不吃 过午 都是这东西 叫做不飞食 只要过午就不吃 啊 叫做不飞食食 一切 不香花慢 莊年其身 以及歌舞 戏等 这个慢 这个花就是我们一般 讲的花 种在 啊 哎 花园里面那个花 就是花 这个慢呢 就是把花一朵朵的贯穿起来 可以挂在 不是 就是花慢 花慢 慢就是 把一朵朵的花 贯穿在一起 戴在身上 装严的 比如说你到夏威夷啊 对不对 一下飞机人家就给你戴个花圈 再进步 是不是啊 我们去他就是这样子啊 啊 或者是 啊 这里要插一朵花啊 简单讲啊 用现在的来讲一下清楚 八观在 再见那一天 通通不可以化妆 通通不可以唱歌 KTV MTV 通通不可以看电视 简单讲就是这样 用 要用现在话来讲才听得懂 啊 那么有的人就问啊 请问师傅 我的冬天呢 这个皮肤啊 会干燥 会裂开来 请问师傅 那么 我可以 某一种 保护皮肤的乳液吗 保护皮肤 没有香味的 我说可以 它是属于药 知道吗 这个角度就站在药的角度了 医药的角度了 因为它的皮肤特别不好 那么特别不好 那么 那么这个 就保护一下皮肤 所以 这个不叫做化妆 啊 那么 有的人就问了 他说师傅 我想 很想吃八观在街 想得到功德 可是呢 我的胃不好 我晚上一定要吃一点药 那么 我吃一点点东西 再来受八观在街 可不可以 我说 可以 他是不得不 不是用妆的 但是要起常规心 哎呀 人家那个胃很好 能够受八观在街 如法如力如佛所说 他说胃不好 他胃就是痛 他胃就是痛 一定要吃一点东西 可是他很想受八观在街 我告诉你 忽法是 刑法 那你的胃好好的 你是为了贪心而一直吃 那这样不行 他是严重的胃病 又很想吃八观在街 这个可以 他要吃药嘛 是不是 比如说他要吃一些什么 利固醇啊 吃一些西药啊 或者吃一些胃药啊 风湿痛啊 他又很想盯进用功 我想诸佛菩萨不可能把它聚在千里之外 但是你的胃 喷嚷病呢 你就很正常了 对不对 那你能吃 那你又故意说 我要我要吃一点东西 那你就第一个就犯妄疑戒啊 你本来就胃就好好的 你晚上为什么要吃 你胃本来就好好的啊 你晚上又不要吃药 所以这个受八观这些还是心法 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又为那些生病的人 还是要有一个开源 再来 第八 那么这个歌舞系的就是 包括电视都不能看 那唱歌呢 就不用说了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这个墓屋这里啊 我们将来啊 我们请法务师啊 跟我们说八观再见 我们法务师慈悲 因为他本身也慈悟 身体也不错 假设有那个因缘的话 也在这里空气好 没有人吵 对不对 有的人建议说 师父啊 你到中部来 南头来 你为什么不住一个体育馆啊 对不对 彰化体育馆啊 台中体育馆啊 那个奖金可以骑半个人 我说啊 我年纪大啦 常常这样子 跑开车到彰化这里 晚上住在这里 然后 时间到 骑奖金 再从彰化 台中再开车再回来 一两个钟头 留给下一代的人啊 对不对啊 外神人讲呢 我今年已经五十三了 你听得懂吗 我今年已经五十三了 不能像黄毛丫头一样 那么年轻 逆壮啊 气势 气壮三合 啊 对不对啊 哎呀 那没有办法的 哎 年纪大了 我啊 我在这里啊 如果把他讲 讲一讲 把他录音起来 把他录影起来 制造成VCD 在全国的电视上 这样一放 也不错啦 现在台湾的佛教的环境 跟以前二三十年前 不一样啦 以前二三十年前 哪有什么佛教的红华节目 谁制造什么录音带 录影带 什么VCD 以前的没有啊 这种音言 现在很方便啦 所以讲经 听经的人就比较少 为什么 大家都 有自己的事业嘛 还有签行就是 懒惰 反正会理法师讲一讲 他就会制造VCD 电视一放 我就坐在客厅就好了 现在客厅就是道场 哎 所以啊 把这个佛教啊 哎 在这个电视节目啊 哦 这个电视红华 这个人不得了 功德无量无边 现在的人很烦 烦满 有儿女 有世界的事业 对不对 你几点打开 就有佛教节目可以看 几点打开 就有佛教 有人讲经红华 哎呀 搞这个电视红华的法师啊 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像我会理法师就没有那种头脑 我这个人笨笨的 很直 啊 我就知道啊 要讲经 啊 哦 师父要把他录起来 好吧 那就录起来吧 还好我们贵歌词 被人把我们录起来 啊 啊 录起来以后哦 就制造成VCD 散播到世界角落 各个角落 哦 现在尖端科技 带动红华 又方便又快速 又可以打字幕啊 嗯 有的人现场啊 还听不懂 要看字幕才知道那个是什么字啊 要不然啊 我在这里讲经啊 底下的人做笔记 做起来啊 你一看哦 错字一大堆哦 真的 错得很严重啊 不晓得佛教的中有名词是什么啊 他根本听不懂 所以现在啊 听见弘法的人不多 就是因为 尖端的科技 坐在客厅就有电视弘法 所以我今天啊 非常的感谢 诸位比丘比丘女 还有护法机师啊 来跟我捧场 谢谢啊 感恩 再来 要讲到第八条建议 就是不做过高框大刹 注意啊 这条建议啊 在现在来讲啊 非常困难 佛在世的时候 要依照佛的如法的 现在已经不可能 你要说八观在这那一天 依照我们现在来讲 我告诉你 床铺就不行 只要有床铺就过高 为什么 现在的床铺都很高了 还宽呢 通通就就不如法 还睡摊放床 也就不如法 哪那么舒服 要说八观在这 完全要如法 要怎么样呢 要打地步 要打地步 可是你打地步 你的先生就说 你神经病哦 今天寒流啊 对不对 今天快接近零度啊 冷得半死 你打地步在睡觉啊 对不对 我老婆啊 以前啊 没有碰到惠律法师 还不会这么神经CC的 现在碰到惠律法师啊 神经不正常 正常窗户不睡 打地步睡觉 现在快接近零度啦 真的 这会被先生骂了 真的 所以我告诉主要 这个有很重大的意义 床铺是行音的地方 是男女的地方 所以 四尊是这一条借力 其实就是 跟不飞犯汉 有重大的关系 简单讲 我们今天这些床铺 虽然不如法 真的也没有办法 现在 哪有这个 睡这个 板凳的 硬邦邦的 没有的 是不是啊 现在是打通铺的 那个是如法 到场如果打通铺 一系列一直排开 打地步的 那个真的如法 只要你用弹房床 就叫做不如法 因为超过宽的 两人份的床铺 超过宽的 高广大床啊 通通不如法 可是天气又这么冷 谈谤 床床又放在 隔着那个地方 你受八观再接回去 你不是谈谤床 是那个床铺 你的老公 你或者你的老婆 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吗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真的很困难 记得 那一天 要是许可你有更多的房间 不要跟先生 在一个同一个房间 假设说能够的话 实在不得已的时候 就要 就要很穷啊 对不对 实在不得已的时候 睡在一起 你就无论如何 要借一个理由 要借一个理由 有一个人 就很坚持 抽八观再接 他借一个理由 他先生怀疑他有外遇 他先生怀疑他有外遇 结果 哎 一天 哇 爬来找师傅 我一看 哇 你这个脸怎么装这么大 这慈戒清净的结果啊 慈戒清净的结果 没啪 面积面烈啊 所以广化历史讲 这一关最不好吃 因为要双方同意啊 这就不是单方面的问题 你要吃的对方不吃 对不对 你太太要吃的先生 不能体谅 先生要吃的老婆不体谅 先生一吃 老婆就说 这个肯定外面 有问题 可能外面吃饱了 为什么我今天 这样想尽办法 他都不动念呢 他不知道他今天受八观在这上 他又不敢讲 就先生又不敢讲 所以 广化历史说 有时候 婚姻会因为这样 整个闹开来 他说这一条戒要小心 要小心 有说不幸的事情 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 自己要冷静 你适不适合 说八观在这 要看你个人的姻缘 行 那没有话讲 所以这个无作物高广大床 这个要跟第三条戒 联想在一起 但是不得已 主委 你就回去就睡你的床铺 记得 当天要保持单身 直接清静 就好 床铺没办法 现在台湾 你现在还打地铺 睡觉的 听力气熟 现在 现在 有吗 那不错 打地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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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起哦 是的 那就不简单了 其实 我这师父讲的意思就是 大部分的人家庭 床铺都是 过高 过大 过广 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环境也没有办法 回去你就好好的休息 没有关系 不犯哦 记得 保持 安身 记得 啊 昨今 舍利 如是等事 誓愿 不舍清静 境界 八种功德 你想要得功德 当然要持八种境界啦 是不是啊 我告诉诸位啊 持八观灾界功德力有多大 哪怕你以前犯五逆十二重罪哦 受八观灾界 统通灭 真的 持八观灾界就是 你以前犯了五逆十二重罪 受八观灾界 一日一夜